明天向微信所有的照顧 向来的老大人的定期做医疗顺毁库部 解决老大人没法做医的困难 因此理位高速化 特别结合在地企业以及社团 关键医疗库部车 让大家来收到完成的照顾 另外也关键各地来向下 希望救赎 好老大人 小孩都能有成就的主观来做使用 明天向是专门第五大兄弟 但是医疗主观相当不足 为了要解决老人没法看见困难 明天向微信所有的定期做医疗顺毁库部 因此理位高速化 特别给很多地企业以及社团 关键医疗库部车 让将来的中卫都能得到完成的照顾 另外这次也关键业期来 让明天高速以及共和高速 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 让老人、小孩都能有更多主观来做吻用 民间向的我们这些长辈 常常在出门还有服务的时候 不是那么的方便 所以都要依靠我们的医疗的巡回车 所以这次黄穹林也结合了 我们国际师资会 由他们一起来大家共襄盛举 除了向我们民间的卫生所 来捐赠了一台医疗巡回车之外 也对我们在南投市的光华国小 以及民间国中 我们也捐赠出非常多的乐器 那希望透过这些乐器 让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 有一些还是能够得到文化的熏陶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习立委的引荐 让我们有机会来参加这次的会议 同时我要感谢黄穹林 那由于他的引荐 引荐这个企业团体 然后这个民间的财团的力量大 所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参加这项活动 尽管国家的帮忙 民间的优惠新手以及好喝 都感觉非常感温 也期待后可以运用这些主编 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帮助更多人 我们的巡回医疗车 它非常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带着我们的医护人员 还有长辈需要的药品 到我们这些偏远的乡村去 来服务我们 就近服务我们在地的长辈 那我们在这边也承诺我们会 好好地珍惜使用这部车 然后呢继续去服务我们 更多有需要的长辈 这次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黄球宁纪念花园 以及这个成功师子会的大力相助 我们学校呢尤其是在乐器 还有各种资源上面呢 都感受到有求必应 让我们比较弱势的家庭 跟孩子们都能够受到照顾 平衡的医疗和有足弯 一直以来都想到不久 引出很多这些关键 希望第一次凹 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来够平衡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接下来会订阅我们播放